針對高端疫苗通過EUA審查 今天早上國民黨主席江啟成還有立委沒有到 北檢案鈴 告發部長還有吳秀梅署長涉及貪污 制罪條例的圖利罪 詳請文部長對此有什麼看法 謝謝 我想大概這種要告人也是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 我們人民的一個公民的一個權益 但是我相信這個法院他也是一個公正的 單位 我想這樣的行為只是讓 讓這個實際在從事的人就是 心中心灰意冷多了一個這可能性的條件 那不過我們不會 就是說不以為意也不對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行為如果個人要來表達我認為是不好的 美國在審查輝瑞的時候有全程8個小時的錄影公開 想問當時為何沒有進行比照 有關於錄影 或是每一個國家的制度各有不同 那我昨天也特別跟大家也解釋了 就是 就是全部都公開有全部公開的好處 那這樣子一個等於是一個相對不公開也有不公開的好處 不公開的情況大家可以比較 暢所欲言 然後能夠充分的討論 那有公開的時候那相對的顧忌又會比較多 那有可能有一些利益的糾葛 等等的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這兩個是 相對都有它的一個不同 但並沒有說每一個國家的制度都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選擇了不公開 讓專家 可以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然後最後做了一個 叫做的決意出來 這決意出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